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嘿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Rock 上次介紹Muji Labo推出的傳行領五分秀素T 也就是我身上穿的這款 真的是非常滿意的單品 不過比起傳行領素T 可能多數人還是習慣穿圓領素T 所以今天也幫大家check一下 Muji跟Muji Labo推出的圓領素T款式中 拿幾款值得入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在新聞今天做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焦雲TT OK,今天的搭配就是 運用上次介紹的傳行領五分秀素T 來做整體混蛋上的示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褲裝部分是 法軍40年代M47前期軍褲 再來皮鞋部分是 Parabooth Shumbo版型 上衣就是上次介紹Muji Labo 這次推出的傳行領五分秀素T 非常滿意的這款 那抽繩肩背包的部分就是 今年2023春夏季 UNIQLO U推出的這款 抽繩式肩背包 最近出門第一首選幾乎都是 挑這款 U系列的抽繩肩背包 真的是非常實用 容量也真的是滿夠用 東西都可以隨便塞一塞 外套也可以塞進去 所以真的是滿方便 還有飾品部分 今天是搭配 Volga Veneta銀介 還有GUJI的純銀手鍊 那今天的搭配就是 非常簡單用黑色調跟軍褲做出的簡單混搭 那傳行領的這款五分秀套戰 真的是非常好用 穿起來感覺就比一般的 黑素T更加有設計感 那再加上 用簡單的銀飾跟肩背包 做出整體混搭上的陪襯 跟大家分享一下 MUJI跟MUJI LABO目前有推出的圓領素T 有哪幾款值得入手 這次主要是以白色圓領素T來做比較 畢竟大家還是最常買白素T 而且版型跟材質都會嚴重影響這個白素T 到底會不會透 會不會激塗的情況 所以待會就跟大家一一比較一下 首先南棉混天竹圓領短修T恤 售價是199 這件應該是MUJI目前推出的圓領素T中最平價的一款 整體版型就非常單純 那我記得我之前也有去實體店鋪 石套這一款 這一件的話 版型上比較合身貼身 所以可能就比較吃身材 如果身材比較壯 比較瘦的話 會比較合適 穿起來比較好看 那像我這種普通身型的話 蠻容易就會有激塗的情況 有點像我們看一下尺寸表 一般我們穿XL XL的話 肩寬是50公分還OK 可是 胸寬的話是59 下擺寬是58 一般像我的話 我都習慣 胸寬 大致也要到62 63左右 假如我們要穿的話 就會變成要穿到XXL 不過XXL的話 衣長就相對也更長 要74.5公分 材質方面是60%的綿混 40%的鋸質纖維 印象中這款的整體舒適度還蠻不錯的 也不會到非常透 所以這件整體來說 售價評價也不太會透 可是比較挑身材 那可能會有一點激塗的情緒 再來 南有機綿結紗圓鈴短袖T恤 售價方面是299元 之前在實體店鋪也有看到 售價也相對是比較親民的款式 材質方面是這種有凹凸紋理的唇棉樹梯 這種有凹凸紋理的唇棉材質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摸起來非常舒服 可是這件印象中 在實體店鋪觸摸的感覺是蠻透的 那我們看Model照片就可以感受到 這件整體來說是 比較透膚的材質 而且版型上又比剛剛的更合身一些 插耳的部分 肩寬48 胸寬57 下白寬56 當然也是可以挑選插插耳 不過我個人是比較建議 這件就是居家穿會比較合適 再來這款是 南有機綿水洗出織圓鈴短袖T恤 這一款的話售價590元 也算是蠻親民 材質方面也是100%純棉 那根據商品說明 它是使用較粗的支線製成 那具有適度的厚度跟硬挺度 所以感覺上有點像MUJI LABOR推出的 五分數的套餐這一款的材質 因為它的商品介紹也是蠻類似的 一般MUJI只要用這種方式介紹的話 多半是不會透的材質 那也是相對比較硬挺的材質 我們看Model實穿的感覺 整體來說就比剛剛那幾款來的硬挺 再加上從近看的照片中 也看得出來比較是不會透的材質 根據尺寸表 肩寬是50 胸寬59 下百寬是58 整體來說比剛剛那幾款 稍微再寬一點點 XXL的話 肩寬52 胸寬63 下百寬62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挑選XXL 穿起來比較寬鬆比較舒適 那相對也比較會減少幾乎的情況 所以這一件以材質方面的硬挺度來說 我覺得比起剛剛前面介紹那幾款 可能會相對更加適合單穿使用的材質 也比較不會那麼挑身型 再來就是藍綿混 涼感寬版短修T恤 材質方面是52%綿混 鋸紫纖維48% 那是免電製的 售價方面是690 這件整體來說是目前Muji推出的 我個人比較期待也比較想入手的款式 首先看它的商品說明 就有提到的是 觸感涼爽的素材 質感方面也很細緻 再加上我們看Model身上穿的這種色調 它的白色是真的非常亮白色的感覺 所以跟剛剛前面那幾款的感覺就不一樣 畢竟這一款是有混聚子纖維 所以我覺得以材質方面來說應該是非常舒服 涼感的材質 我猜可能跟ARISM蠻像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這一款又是寬版的設計 我們看尺寸表 XL的部分 肩寬是58公分 胸寬63 那下擺寬是61 所以這一款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買到XXL 用XL的尺寸就夠了 繡長也相對比剛剛的款式都來的長 那我們看Model實穿的鏡照畫面 也看不出它會有透膚的情況 再加上它有口袋 所以我們就完全不用怕會不會激突的情況 這一件以整體設計材質選擇 還有色調的這種亮白色 我個人是還蠻有興趣的 售價方面是690 也還可以接受 最後就是Muji Labo推出的款式 Muji Labo這次也有推出一個圓領T 它叫有機棉天竹圓領短袖T恤 那我們看的是柔白色這一款 整體版型設計就很符合這一次 他們Muji Labo推出的春夏季款式 這種寬版五分袖的設計 所以跟剛剛Muji推出的一般款比起來 差別點應該是在於 繡長的是這種類似五分袖 再加上版型一樣是這種類似Box的版型 我們看尺寸表 S到M的話 肩寬是59 胸寬是61 下擺寬也61 L到XL的話 肩寬是63 胸寬是65 下擺寬也是65 E長的話是71公分 所以比剛剛他們其他推出的款式 XL的E長都還來的稍微短一點 而且下擺寬的寬度跟胸寬都一模一樣 所以比起剛剛的那幾款的版型上來說 我覺得這款的版型一定是相對比較好看 依我的身型的話 L到XL可能會比較剛好 這件也是百分之百純棉 然後是免電製 我們看一下Model進照感覺 感覺上是有一定的厚度 可是可能沒有像我們上次介紹的這款 白色船行李那件來的那麼不會透 感覺上還稍微看得到那種肌膚的色調 沒有到真的是完全不會透的感覺 所以這件可能還是要去現場實套一下 看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好那今天就是介紹這五款 Muji跟Muji Lab推出的白色圓裡樹梯 今天就是比較一下這幾款 同樣都是白色圓裡樹梯 可是在材質版型的些微不同 就會讓整體畫面的感覺不一樣 這幾天也會找時間去實體店鋪幫他Check一下 到底哪一款白色樹梯是 今年夏季最值得入手的款式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 或是公發精品影片的話 再不讓大家follow下跟人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留言時常更新穿搭照 也可以follow下 還有收入度蝦皮賣場 近期微商量新品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觀光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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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 ig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哪音 我們下次見